你看看你们也是属于一个什么风格的 然后我去在哪的重心偏多一点 对 你要是前三板的 那你前三板必须要出来变化和威胁 对 因为你实力不厚 打到后面你是下风的 你实力厚 前面就以减少无畏失误为主 我怎么能让他别扭一点 我降低我的风险 我让他别扭 我形成主动的相持 形成实力 我就干你 对 对吧 这个是每个人的事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我说的是上台意识 然后房子现在接下来 刚才他说的就是技战术的意识 对 我要给大家也是要准备这个讲技战术的意识 就是所有的你的技战术 要围绕着自己的优点去打 你不能说拿自己的缺点去打 对 这个也很关键 对 你围绕着自己的优点 你看像房子 他是后边的实力好 他就把前三板更简单化 你包括技科之前也是 反正就拧起来 然后打实力 后边没几个人能打过他 只要打到他后边的球 OK 他这个球一点都不会乱丢 得分的概率会很大 乒乓球是一个概率学 对 你要打到你自己的优点的时候 你的概率就会慢慢变高 再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有很多人问 比如说老师冒半高去打下网 或者什么 那个还是 你把这个球想象的旋转 没有那么足 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转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回到刚才了 加旋转 旋转抵消旋转 或者你力量能抵消旋转 力量抵消旋转危险性会比较大 但是旋转抵消旋转是会好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就讲又回到这个上台意识 预点半高 我第一个拉下网 我第二个我还发力吗 对不对 我想把球给拉上台 我是不是后边衔接等一下 可能就有更有机会 对 而且刚才接着防阳连说的 这个技战术的意识 你看就像我们 咱们说这个揭发球 以揭发球为主 OK 如果我是防守比较差的人 那我就揭发球以控制 或者第一板直接上手为主 如果防守和后边的球实力比较好 OK 我就直接批出去 也加拧 都没问题了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优点 和自己的技战术特点来制定战术 对 一定要记住 有一句话 我们当时就是老教练教我们的 就是说 一上来 最好的状态是你的优点 去打别人的缺点 这个战术打成了 OK继续 如果打不成怎么办呢 你的优点去打对方的优点 对 可能你的优点 已大过于对方的优点 OK 如果这个战术还打不通 就只能是你的缺点 去打对方的缺点 对吧 然后最后最后不行 那只能是破釜沉舟 拿你的缺点 去打对方的优点 这就叫什么 技战术的变化 并不是说 我一直要拿我自己的特长去打 那是绝对是不行的 我这个事 我们那个时候老教练 包括我们很多教练都教育我们 要懂得变化 技战术的变化 这就是意识 天天灌输给你的 真的是天天要灌输给你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